袁文在座的書籍上一回, 話說那個姑娘破口大罵秦琴, 秦琴聽到之後, 臉色柔黃變紅, 柔紅變青, 柔青變紫, 柔紫變白, 煞時之間怒火攻心氣向上湧, 眼霧金星失去理智, 她滾的聲音, 一取丟到酒席上, 那張桌一震, 桌上面的七個疊八個碗, 廿四個大檳盆叮喷孔嘻� k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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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ke, 那些酒菜噴到一地都是, 劉七當塘黑肚, 哇 trip, 咳呀一聲不用 Cred 成白醉了。 ……喝, 喝大收渾, ……你…… 你做做壹事? 喝酒好像老大似的 妳…… 你惹醉 抑 sujet 喝醉 劉七这样一问,秦庆才醒起,他亦都大喜一惊,暗暗埋怨自己,头脑太过不冷静,这样老妄难免会暴露身份闯出大祸。 秦庆这种意义惹的话,劉七,刚才我听见大街上的姑娘在闹秦庆,原来为了这件事,哎呀,真是被你气死我了,他闹他的,你又用什么撞火啊,他闹秦庆,又不是闹你,他剩他的,你剩你的人,我何必大动干火呢? 秦庆就说,不是这么说,这件事,我一定要问一下,因为秦庆是山东人,我也都是山东人,开港都有说,美不美,全中水,亲不亲,故乡人,他闹我的乡理,我听了之后,就硬是不舒服,啊,阴大舅,讲了整半日,你原来是秦庆的乡理吗? 是啊,真是乡理嘛,一点都没讲,我啊,我如果早点知道你是秦庆的乡理,你就又想入我这间店,告诉你啊,那些酒菜你吃完之后,你一走,你坐过的那张椅子, 我就要踢在水里头,炮他三天,还要拆他九尺,还要用红黄酒来到分过他销躲,嗯? 什么你们这么生气秦庆的吗?没错,因为他那个人衰,你不要问那么多了,啊,山东出响马,没好人的,秦庆就说了,不对啊,老板,山东出响马,但是也都出姓人,那个孔夫子,不是山东曲浮的吗? 山东地方,有九州八府,一百单三院,我虽然说是山东人,但是和那个秦庆不是一个州,不是一个院,数不相识,他不好啊,不等于我也不好啊,你又怎么可以一概而论啊? 刘七听了之后,他点点头话了,嗯?听你这么说,我也都有道理啊,秦庆说,我是做生意的,你又都是做生意的,那可以说,我们是同行,你老老实实告诉我,那个秦庆在长安省里面,他的名声为什么这么严? 哎,刘七长探一声就说,哎,提起这件事啊,今天真是一言难俊,以前,我们长安省里面,提起秦庆两个字,哪个不尊敬才行的? 啊,上节堂皇天子,下节庆民百姓,家家户户,个个都敬着一个秦庆桑像的,那些国公皇后之家,就敬一个金秦庆,啊,文武大臣之家,就敬一个银秦庆,那些巨商富户,就敬一个铜秦庆,啊, 啊,过得好点的人家,就敬一个银秦庆,一般的老百姓之家,也都会敬一个木秦庆,就算是穷到没钱的人,错够面粉,都会敬一个面秦庆,就连黑衣啊,啊,都会挖一个旺泥,敬一敬一个泥秦庆,啊, 到底为啥呢?啊,就因为,他是当今的豪杰,过世的英雄,有名的孝子,又是万岁爷的救命恩人,啊, 君民百姓,都盼着他来长安那里,扶保明君,封回个高官厚陆的,啊,谁知,想秦庆啊,啊,叛秦庆啊,秦庆一来啊,就好像温神江世那样, 啊,啊,啊,劉七,那个秦庆,真是来了长安吗? 哎,是真是假,那就谁都讲不清了,啊,总言之,不理是真还是假,反正他一来,啊,那就算是长安城君民百姓倒霉也在啦,啊, 唐高祖李冤,他巧遇天下,立雷彼帽,目的是想挑選良將,誰知那個秦庆都不是人的品,他持著自己力大無比公仔胸口,殺人不眨眼,凡是想雷台跟他彼帽,不是被他撕開兩殺,就是被他打成獄獎,都不知道有多少英雄好漢,枉死在他的手下, 貨臣廟現在,就成了萬人坑,今日立雷彼好百日,過了中午,就算他贏了,若果被他執掌碎印,堂皇的江山,就從此都不太平了,啊,劉七將雷台之事講得像,浩漢秦庆這陣子,真是鬱得咬牙切齒,他強忍著心頭的怒火,就說,劉七, 我正想去火神廟,看看我那個香味是怎樣的,我還要看過他,是不是三頭六臂頂天立地,好像他這樣傷天害你的人,今日如果碰在我的手上,我一定要拿他狗命,劉七一聽,張嘴一腦就說了,唉,任大舅啊,任大舅, 難道你想學人家去打雷,我看你就真是螞蟻跳上游獲想死就定了,嗯,什麼你敢說啊,劉七,什麼我敢說啊,老實說, 你那個香味我還未曾見過啊,但是聽人說他不是人這樣的品的,身高啊,仗耳,腰帶啊,實惠,力大無窮,臉上面有千層的殺氣,面前有百步的威風, 那你呢,嗯,我又怎樣啊,唉,你那個樣子是挺可怕的,臉色啊,黃禁禁,整個病壞軍那樣,況且,你還是做生意的,你怎麼去學人打雷台啊,有,唉,劉七啊,人不可貌上,海水不可糾涼, 你怎麼可以掌他人打雷,滅自己威風啊,我雖然是一個做生意的人,自我自小,也都投過名師,學過武藝,雖然我不敢說,說我精通權法本領出總,但是,也都匯過不少英雄浩劫啊,今天,我就打算去擂台那裡,考量一下,唉,任大舅啊,任大舅, 英雄啊,不是靠吹的,你不要在那裡說謊啦,我看極啊,你都不是你這個老鄉的對手的,唉,兄弟啊,聰明啊,不是靠型的,秦琴聽了這些素姓的話,心裡邊,很不舒服,他有心想說出真情,又怕劉七,酒樓風聲,闖出大禍,那他唯有將火氣壓一壓, 只見他忍住一口氣,說,劉七,今天這個雷,我一定要打,我要和這個秦琴,見一個高下,劉七他眉頭一皺,有些不高興地說了, 劉七,你真的要去了吧,哈哈,如果你要去,你自己去到那裡,那不行的,我想你和我一起去,沒有你帶路,我怎麼有盤啊,任大舅啊,任大舅啊,任大舅,你別叫我啊,我不去得的,劉七啊, 啊,正所謂,在家靠奔騰,出門靠劍東,我任心和初黎長安,人地生疏,老兄,你就幫我帶路,當是交我這個朋友啦,劉七一看秦琴,真是有心相請,那不要硬是推辭的嘛,於是,他就換了口吻話了,哈哈,任大舅啊, 那老實說,的確對不起啦,我一例就不懂得三毛腿,二例又不懂得四門斗,啊,去到那裡啊,我都幫不了你手的,要去,你自己去吧啦, 秦琴一看劉七的人這麼固執,他也都要改變策略了,劉七,今天我秦琴,一不叫你幫拳,二不叫你幫腳, 我只是想你帶上算盤帳簿陪我去,喂,喂,喂,任大舅啊,任大舅,你在那裡胡說些什麼啊,我從來都未曾見過打擂台帶算盤帳簿去的,唉,你敢算是怎樣,沒有算怎樣啊,劉七,你不是跟我說過的嗎,你說上了擂台之後,踢他一腳是一個元寶,打他一拳是一百兩斤, 扮他一條頭髮是一百匹囚段,而扮他一條眼眉毛,就有一千匹鱗螺,那我上了擂台之後,只是顧著拳打腳踢而已,打了多少拳,踢了多少腳,你要在那邊跟我記帳的嘛, 我如果將他的頭髮眼眉毛,全部都替光了,那你就要用算盤來跟我打,賺到那些錢,全部都是你的,那你就不會吃虧了,是不是,而且啊, 說不然,你陪我去的話,今天還會發大財啊,呵呵,喝大舊啊,我看你,當然是發夢草老婆頂了,你只是想著好事,唉,以我看啊,萬一你給你那個香蕾打成肉餅, 那我就不放不發財啊,啊,我要發棺材,誠念你啊,說不買,我虧大本就真了,唉呀,劉柴,你不會虧本的,就算我被他打死, 我那批黃標馬銀裝簡,價值千金,全部屬於你的,那你就不會虧本的啦,劉柴一聽,這趟就把我頭弄得好像貨狼股一樣啊,哎呀,任大狗啊,任大狗,你不是空口說白話就行啊,不是說我不陪你去啊,你看看我那間店啊,幾十個人,耽誤一日的生意,那就不得了的嘛,啊, 秦琴這趟一聽,劉柴真的說了心裡話了,他就立刻在腰裡面,拿了兩個元寶出來,在桌上的一房,劉柴,這裡夠不夠你一日的生意呢,如果不夠,我再拿,劉柴一看,秦琴這麼豪爽啊,即是離開眼笑,哎呀,哎呀,任老闆,什麼這麼見外啊,哎呀,我們是兄弟一見如故嘛,說這些做什麼呢,啊,那這樣,你如果是 真心想去火神廟,我劉柴今天,一於是寫命陪君子,啊,這些元寶,你先收起來,啊,回頭,我們兩兄弟再喝酒,那秦琴是哪裡肯收的呢,他硬是將那些元寶塞給劉柴,你先拿去,給那些伙計喝茶吧,回頭,我重重有情,劉柴一聽, 那更加是喜出望外,立刻扯高聲後說,哎呀,你們那些伙計聽著,啊,貨神廟今天立雷是最後一天,店裡今天放假,誰喜歡看熱鬧的,就跟在一起去,只要留四個伙計看門口,餵一下任老闆那匹黃標馬就可以了,誰喜歡留在這裡看門口的,那就每人上前五選, 劉柴,劉柴這樣喊,店裡那些隨私小衣,個個都手忙腳亂,夾著去戒圍裙換衣服,準備去看打雷了,當然也都有人情願看門口,餵馬賺多五吋錢的,劉柴安排好之後就說,任大舅啊,我們可以走了,好漢秦琴就說,好,我們走, 兩個人說完之後,就想說走出去,怎知剛剛一出門,就聽見,滾滾滾,三聲炮響震天動地,街上那些人就噓一聲,好像潮水那樣,暖了大龍,劉柴看,他又是動搖了,一手扯著陳瓊說,哎呀,喝大舅啊, 都是不要去好了,喏,我告訴你,三聲炮響,是跟秦琴那些衰功作威的,而且啊,還有儲鳳灰,吳三把那些家長跟他開路,見人就推,見人就打,見到大姑娘就跳起,哈哈,他們殺人,就當踩死立毅的了, 再說那個好漢秦琴,他一聽說,假秦琴,即刻就要去火神廟,他真是怒火三千丈,氣壯頂良穴,眼都紅了,他真是希望,即刻去到火神廟,將那個假秦琴,一取就打成肉餅了, 只見他這個時候磨拳擦掌的怒不可眼,拔腿就走,劉柴一手就拉著他說,哎呀,喝大舅,聽我說,算吧啦,唯一要扯著我才行的,唉,開港都有話嘛,在人屋簷下,不得不低頭,啊,賣田賣地都不要跟人生起,啊,好孩都不要踩臭狗屎, 多一事就不如少一事,啊,在家千日好,出門半分眼,我勸你還是算啦,啊,說著,那個劉七就將秦琴採力,拔分入店,秦琴一看,劉七又動搖了,他就說,我已經缺要這樣做,你不要再阻攔我了,就算你死在火神廟,我都要看過那個向你是怎樣的,說完,一步就出去了,劉七真的心急, 心想,唉,跟他去就怕出事,不去如果被人知道,我收了他錢的,啊,日後就實聽被人說我,那我沒有面子見人的啦,唉,想到來這裡,劉七唯有把心一橫大聲,唉,任老闆,任老闆啊,唉,我算服你了, 今天我一於是寫命陪君子就在啦,唉,說完之後,劉七就陪著秦琴出去了,出門一看,街上的情景,出乎人的意料之外,劉七又是寧頭啦,唉,任老闆啊,今天你一定要去火神廟? 沒錯,一定要去,既然是這樣,那我們就不要走大街了,為甚麼呢? 你看一下,你看一下,你看一下,街上亂了大龍,個個都怕了秦琴那個壞人,唉,那你想一下,光棍不吃眼前規,沒理由拿著雞蛋碰石頭的嘛,依我說,我們走窄看吧,一來就少出事,二來就路近,三來街上人少, 走起上來都好一點啊,啊,春慶的話啦,劉老闆,你說得對,那請你在前面帶路啦,兩個人說好之後,那就穿過大街,向南一轉,沒多久,就來到劉家胡同,兩個人一看,就當堂惡妮,那為甚麼呢?唉,因為胡同裏面人山人海,男的女的,老的笑的, 高的,矮的,肥的,瘦的,醜的,醜的,壞的,屁的,看哪樣就有哪樣,真是可以說是肩頭擦肩頭,背脊對背脊,秦琴這陣子就心急啦,那條行有成三里那麼長,人頭湧湧,何時才逼到過去啊?萬一錯過了時光,被那個毛牌貨掌了碎人,那就糟糟都沒有那麼糟的嘛, 劉七見秦琴急出身汗,他就說,唉,任老闆,不用急啊,不用急啊,我怎可以不急啊,現在時候不早的啦,唉,你聽我說啦,我都說不用急了,我有路數的,告訴你,這條街,就叫做劉家胡同,是我們姓劉的,呵,你就看我生意不大,在這條街,我名聲很大的, 我人雖然不高,只是在背份上我很高的啊,憑著我的面子啊,叫他們讓開一條路,方便之極啦,呵呵, 秦琴就說啦,啊,既然是這樣,那我一於跟著你走,托你洪福啦,這個時候只見劉七,在高處一站,扯高聲後說,哎呀,各位老少,啊,你們聽著,我家店裡邊,住住一個遠方的客人,叫做任三和,愛好任大舅啊, 喏,我們又好朋友,今天有急事要去火神廟,各位老少,麻煩你們,養養老啊,等我們過去之後就行了啦,有人就馬上說啦,嘿,七叔叫到,沒理由不給面子啊,這邊那個說,是啊,是啊,七哥他啊,輕易都不出門, 啊,我們都說聲給前面聽,讓開條路啦,啊,啊,劉家那些人,呀,聽到這麼說,呀,傳十,十傳百,七嘴八舌傳開了,呵呵,整理長那條路啊,一陣子那些人就閃開了,好看秦琴一體真是好開心啊,劉老闆,想不到你有這麼大的神通,真是靚啊,兩個人趕著, 大步就走過劉家胡同啊,誰知走啊,走啊,走啊,又是被人逼得走不動啊,秦琴說,劉七,看來,又要靠你這條牌了,來,你叫多兩聲啊,劉七又說,啊,好夢只得一趟而已,哪一間廟又經哪一歌神,東邊的土地公, 去到西邊,不靠啊,嗯,靠不靠,你試試一下嘛,哎,沒用的,告訴你啊,這條牌叫做謝家行,姓謝的是大戶, 那些人啊,那些人啊,不好講話啊,秦琴就說,那你要想想辦法才行啊,我們不可以在這裏逗留啊,劉七這陣子在這裏想啦,唉,這兩個元寶真是不好洗啦,受了你兩個元寶, 就要逢山開路,遇水搭橋,唉,劉七他手搭梁蓬,向四周圍立了眼,唉,見到遠遠高台上面,站著一個人,這個人五十多歲,穿著青瓜袍,身高八尺,綁闊腰圓, 青面,青面啊,兼夾紅髮,巨齒爆牙,一面橫玉,哼,在笨角那裏,還有一批很長的黑毛在這裏的, 這陣子這個人啊,正用一隻手,托著一個畫眉的鳥籠在這裏,站在高高,擾著嘴,眉眉眼看熱鬧,劉七看到這個人,他就洗小聲說了,喂,你忍大舅啊,忍大舅,你看不看到啊,你, 咦,那邊高高台街上面站著那個人啊,他叫做謝伯,無探花七身啊,在謝家巷,他是前輩,哼,可以說是人頭來的,沒有人敢跟他爭取的,只要他肯出來說一句話,就個個都會讓路的了,哼,知道這個人,性情高傲,目中無人,好難打交道的咯。 秦庭就用手一指說,你是不是說,用隻手托著那個鳥籠的那個人啊,沒錯啦,沒錯啦,就是他,他叫做謝伯,那因為秦庭那個人是特別高的,用手這樣一指,就被謝伯發現了啦,哼,這下又引出了一番周折,欲知後事如何,且聽下回分架。 acc Munich 无法